路士民哥你是不是又變更壯了 有嗎 還好是衣服 你的胸部快比我大囉 那其實應該蠻容易的 你跟他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路士民 嗨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高英軒 嗨 嗨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侯彥熙 彥熙 大家好 我是吳建和 嗨 剛剛跟大家提到 剛剛好像分成聖人幫跟大盜幫 這四位哪兩位分別是聖人 我們看得出來吧 應該看得出來吧 年紀比較稍長 沒有啦 你們在裡面是權貴的 權貴目線 然後左邊兩位是屬於大盜 對不對 那我們來稍微用簡單的一句話 不要劇透太多 介紹一下自己的角色好了 我們從斯明哥先來 我是一個銀行總裁 一個笑裡長刀的銀行總裁 對 也是一個關鍵人物 這麼簡單 好 Keyman 大家好 我是署長 署長 署長 Just call me Mike Mike 是金融署的署長 沒有 我是金管署的署長 金管署的署長 那大家也都知道 看到我就等於是劇透了 怎麼會這樣講 沒關係 劇透哥 現在繼續 好 我在裡面是飾演Nick 然後是我們大道幫的財務總長 然後也是一個關鍵人物 沒有我就這個戲繼續不了 每個人 那等一下導演上來說 我其實不是關鍵人物 你們都每個人都是keyman 對不對 然後最後 在裡面飾演那個黛毅 是可愛的工程師 哇 我覺得你就是最關鍵的 關鍵 對 因為很多編碼都是你寫的 其實聽說兩位 在這一部電影當中 你準備了很多 是關於哪一個部分最辛苦的 我覺得是在區塊鏈這一塊 對不對 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說 都是非常陌生的 然後我們也都覺得很陌生 對不對 就是花了很長時間在上課 對 去了解 然後也有導演有安排一些老師 專門在這一塊跟我們講解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程式嘛 導演是不是真的有顧問 喔 是喔 對 因為他研究很久 導演講上課 我們都可以聽得覺得 哇 聽得一愣一愣的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演出來 喔 對 因為一開始大家聽到這個題材 都會嚇一跳 尤其兩位又要是好像是很懂 因為你們就是演工程師嘛 所以要上很多課 這個是最累的對不對 那兩位呢 如果飾演權貴的話 覺得最難的地方是哪個部分 我覺得一開始最難是專有名詞 然後另外就是要觀眾透露 不能透露太多 萬一看就穿幫忙 然後就知道劇情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這個要 怎麼說要賣個關節 不能說太多 好 那我發現呢 音軒哥每一次好像在這邊 尤其他迷你都飾演一些比較 高溫的人 對 對 都演一些 沒有就是 就是形容劇透嘛 只要看到我就知道我應該是壞人 對 你都是壞人的角色耶 你有想說要往正義的方向 回頭是岸嗎 沒關係嘛 對 Welcome to the dark side OK 好 我們待會兒呢 進戲院好好的欣賞 思維里永珠 謝謝我們先稍作休息 謝謝 謝謝 嘿 大家 李芬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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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麼客氣 我們先來從志偉哥先聊一下好了 非常感謝您耶 特地從飛來台灣 然後參加我們的首映 那想問一下 欸 志偉哥好久不見你 可是你怎麼會 就這樣子跟我們年輕的導演嘉凱搭上線 聽說是真的是走錯門 你自己送上門啊 送上門 送上門 本來我已經我去吃飯了 路過一個酒吧 這個酒吧怎麼像騙場 從一升進去就變成青天了 就這樣啊 對對對 一升進去就開了他 他說欸 哈囉 你好你好 這裡是騙場 他說是啊 我剛剛發生這個 就把這個變成酒吧 真的酒吧才做生意 我說這麼年輕人 怎麼會做生意 我憑他那個請到了幾千萬就把它燒掉算了 哇 你還弄掉 他變成酒吧 就生意了 這太厲害了 志偉哥馬上我有一個戲也是這樣子 真的啊 你拍電影就可以做生意 什麼戲啊 他說就講了生意大道 我那個時候他說 能不能幫我演一個角色 我所說今天是 我本來是隨便附起來一下 沒想到他窮吹猛打 對就這樣 後來我再看到如芬姐的名字 我說OK 有保證 所以你還這樣連一拉一連如芬姐 也拉進來了這樣 有保證是先騙騙的 你先被騙 再來志偉哥被騙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 所以 佳凱你那個酒吧是你自己的酒吧 對 所以那個酒吧也不是酒吧 是你的放乾工具 對 是一個非常好社交的場合 對 很多緣分會集在這裡 是 因為志偉哥剛剛開玩笑很可愛 但的確是這樣子誤闖酒吧 然後牽起兩個人的緣分 那您覺得怎麼樣呢 跟這麼年輕的導演合作 感覺如何 你一看到這麼年輕的千萬別 變成那樣子片 對 那整個人是個老人的食物 對 你看 我們電影拍那麼久 很少看到這個 上面的這個 上將片 對 講這些比較細的 有區塊那種題材 更沒有 因為我們那個人 根本就對錢 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對 也不會拍這些關於金錢的戲 對 沒想到這個戲 完全是他自己本人的 想的話 都是他自己想的 還告訴觀眾姐 是他的想法 我們兩個人在裡面 是虧的光是人 所以你們就這樣被他騙進來了 對 怎麼會這樣子 如芬姐 那個志偉哥被騙人 又被騙姐 開玩笑 他人還整個人進來演了 那如芬姐 你覺得呢 這個合作下來之後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 台灣電影其實本來就比較辛苦 但是因為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題材 那我覺得 不可能就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那既然有志偉哥的加持 那我可以利用他的優點 那因為他之前也不那麼多 很棒的一些商戰電影 包括無見之類的 那志偉哥很聰明 他就把這樣的一個元素帶進來 因為 原先 家凱寫的劇本呢 其實是比較 比較真的很像教育 區塊鏈啊 經濟啊 什麼的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是 有一點點困擾 就是要做的話 我又怕變成一般 大家不愛看的國片 應該會很緊張 那因為有志偉哥的加持 所以我們就重新修正這個劇本 然後越改越好 一直到去年的十月份完成 然後就開始進入拍攝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合作 對啊 如果有了盧芬姐 我就跟蔡凱講 我說蔡凱 有了盧芬姐 這個七萬八千我不知道 起碼提名 你一定會做得到的啦 對不對 所以呢 剛剛就是誠如志偉哥說的提名 對不對 今年的金馬獎 恭喜徐家凱先生 入圍金馬最佳心蕊導演 恭喜恭喜 謝謝大家 哎呀 太好了 好險你今年入圍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們兩個關期 公開給大家 其實不瞞大家說 徐家凱 是我大學時期的同班同學 真的真的 感謝同學 我們兩個真的同班耶 對 你不覺得他很古板嗎 他是一個老少年 他從以前就很會去湊錢了 然後很會講話 然後呢 以前就很有電影夢 然後很熱血 當我看到徐家凱這樣 居然找到了志偉哥 找到了如芬姐 找到賴雅妍 找到喬喬 找到喬喬 一起演那個電影 我真的嚇瘋了 家凱今天是你的場合 你跟大家講一下你的心情嘛 一路以來 走到這一步了 其實我覺得這一路上走來 就謹記如芬姐和志偉哥 跟我講的一句話 然後電影不是一個人 電影是所有人的 所以其實在拍完了 到現在能夠站在這邊 我一直感謝的事情就是 有兩位兼職還有這麼多溫暖的演員 還有這麼多厲害的工作人員 可以一起完成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故事 然後想要把這個世代的故事 分享給各個不一樣世代的人看 所以我很開心在這個劇組裡面 可以有這麼多的人幫忙 然後最後有機會可以入圍這次的獎項 你一定可以得獎的 我們都在電視機前面幫你加油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身為同年紀的同學 其實也要非常謝謝志偉哥跟如芬姐 願意 因為我們在這個年紀當中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貴人 非常謝謝兩位 願意提醒我們的年輕導演 謝謝 那我們請三位先介紹一下 在劇中的角色好嗎 那我們先從雅言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賴雅言 在《聖人大道》裡面我飾演的角色叫徐晶 他是一個基金公司的總經理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女強人 那個基金是金融的基金 不是說低基金喔 其實我有點忘記 我剛剛還問他 我是什麼 我是基金公司的總經理 如果是低基金的話 好想認識他喔 對啊 太跳通了吧 不需要 田園香喔還是什麼 好 彥豪呢 您知道你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彥豪 我在裡面飾演的江林子祥 是一個創業家 那我跟巧巧還有另外兩位 彥曦跟劍和我們一起是一個大道幫 是 我們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裡面 想要殺出一條改變的問題 Yes 年輕熱血 是創業家同時也是個演說家 對 可以看到你大量的演說 巧巧呢 嗨大家好 我是曾知曉巧巧 我在劇中飾演晨 那是一個傳說中的完美女友 非常了解我的另外一半 然後跟她並肩作家 想完成她的夢想 因為兩位呢 在裡面是現下旁人的這個 一對好暈泱 那如果是是你的話 如果在現場中 你也是會那種 會無條件的付出給男朋友 然後然後有困難去送錢啊 這種的這種的人嗎 你是嗎 那時候演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次導演就跟我說 唉呀 也好想要有一個晨曦 嗯 然後我就說 我也想要有一個晨曦 對 因為我也是那種 一個不小心就會太顧著自己的理想目標 嗯 一直衝一直衝 然後另外一半的知識和理解 可能動不動掉個幾千的 對 對 我覺得真的是大家夢 就是有夢想的人 理想中的夢幻的另外一半 對 我沒有那麼偉大 還會早起做早餐 對 然後又掉得到兩三千萬 沒錯 現在另外一半快要歪掉 快要迷失了 然後會把它拉回來 導正 對 然後重點是 又是高顏值 看一下 這也是重點 重點之一啦 喔 妳心髮真的很漂亮 謝謝 而且整個人龍光盆發 謝謝妳 是不是有什麼好事情 沒有 喔有有有 我新片上映 正人大招 怎樣怎樣 你是不是心虛 好來問一下彥豪 在這部戲裡面 因為你要有很多大量的演講 聽說還被導演徐家凱抓來 練習演講對不對 對 因為剛剛看到佳蓋導演 他太強了 這根本就是他的專長 然後他要我來演他的專長 對 所以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被他培訓 嗯 一個一個演講告吧 就從開拍前一個月 就一直都背 一直都背 對 而且你的台詞很難耶 而且超多次 我們看不懂 很爭議耶 對啊 區塊鏈很多很多單字 都是需要去先上網站 Blockchain 沒錯 有沒有覺得其實徐家凱蠻煩的 超煩對不對 反正他在後面他聽不到 對 耳朵有唱成這樣 陸圍巾馬獎 哇 很煩耶 我覺得他最煩的人 應該是 來 雅妍 對我最後把他留在最後講 雅妍姐 辛苦你了 超煩 超煩 對不對 他才28歲 看不出來 他那時候拍電影的時候 他才27 妖嬌 怎麼會這樣 因為你是不是同學 對我也像看起來像兩個還值得媽的 哈哈 不許你這樣說你自己 好 我們是被這個社會給污染了 但是不行我們要像大大方的精神 對不對 好 雅妍姐你覺得拍這部戲最難的 因為你也有很多生硬的詞彙 你怎麼消化它 其實我覺得生硬的部分我真的沒有驗好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難的是角色的深層度 對 跟角色的一些背景 他想要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冷靜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 柔軟的時候柔軟 僵硬的時候 堅硬 堅硬的時候堅硬 我覺得 僵硬是太冷 欸 欸 我那時候拍片的時候真的很冷 你知道我衣服裡面有多少暖暖包嗎 天啊 辛苦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最難最難的就是 導演講了非常多邏輯 對 他是個邏輯控 對 然後他又是個哲學控 對 所以面對我們這些這種非常情感面的女生 怎麼幫你 每次都跟他講說導演 你可不可以人性化一點 有時候好不想揍他 好不容易你的情緒快要出來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了一個希臘神話 有啦 有啦 當場解掉 對對對 開玩笑 沒關係我們現在已經把他綁住了 對 他現在也不會暫時不會出來 真的是辛苦三位了 不會 可是這也是為什麼他就入圍了 那個最佳系導演 沒有才好 對 而且因為當中我們雖然說分成聖人幫跟大道幫 雅嫣姐算是在這個當中呢 你既是聖人又是大道 欸 對不對 大家進西院看就知道了 好 好 那待會兒呢 啊最後一題好了 因為這個兩位 因為其實你們是一個完美的夫妻 可是兩位 好我先走啊 OK我先走 欸我自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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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去哪 不特不特不特 怎麼了嗎 這當中又有一些 好像貌似你又有點小勾引燕豪在這戲 有一咪咪 對對 有好像有 燕豪問題來了 現實生活當中 你不是贏子翔了 好煩喔 一邊是雅妍 一邊是喬喬 一邊是喬喬 兩個都要 OK 那他們兩個有用嗎 我可以請教 只能選一首 他可能會選LULU 好 我們三個 好 我們再加LULU 我們再加LULU 該不會還要伸手彎腰吧 請選擇 我可能會說你女朋友 怎麼會比這樣 好 看在你們有那麼正的份上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啦 很像是喬喬喬喬喬 又是這一句 又是這一句 好啦好啦 你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 不用休息 因為我們馬上就要推出一個魔球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啟動的儀式 我確認一下 因為剛剛看到團員好像太緊張了 啟動儀式 我覺得很熟識 所以我們要再度的歡迎我們的如芬姐 我們的志偉哥 是小明星的 滿滿精彩的 多 有更大